Hello大家好 这是Switch开放世界游戏盘点的第三期节目 前两期节目我们为大家盘点了14款NS开放世界游戏 这一期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6款游戏 希望在这些游戏中 总有一款能够被你看上 陪你度过愉快的时光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开始吧 第十一款阿玛纳王国惩罚城之版 本作由上古卷轴寺一望之渡的首席设计师参与设计 游戏最初发售在2012年 是一款奇幻角色扮演游戏 由于这款游戏叫好不叫做 所以开发商Sanbar Studios开发了这一款游戏之后 就宣告破产了 但是好游戏经历起时间的考验 在游戏推出后的几年内 有许多玩家开始体验到阿玛纳王国的美好 后来THQ公司干脆就收购了这款游戏的版权 在2020年推出了这款游戏的强化移植版 登陆了PS4、Xbox和PC平台 第二年发布了Switch版本 本次重制版除了提升游戏的画面表现外 还对游戏系统进行了调整 也追加了新的游玩要素 这款游戏在2012年推出时 最为诟病的就是玩起来像网游 一个单机游戏玩起来像网游 也被很多玩家认为这是一大缺点 但正因为如此 这款游戏和同时代的巫师、龙藤世纪比起来 上手门槛比较低 对新人玩家比较友好 虽然游戏的故事剧情不是特别的优秀 但主线和支线都有明确的解法 完全不会让玩家迷路 选择简单难度也几乎不会卡关 喜欢欧美奇幻题材的玩家完全可以感受到游戏的魅力 第16款红色派系游击战重制版 这是一款主打物理效果下场景破坏的开放世界射击游戏 最早发售于2009年 其重制版在2019年登陆了Switch 由发行了黑道圣图系列的THQ公司制作 有了黑道圣图系列的经验 红色派系游击战摒弃了前作的第一人称视角 改用第三人称视角 在游戏中玩家将扮演一名工程师来到火星寻找他的兄弟 而火星上有两股势力 一股是采取独裁政策的地球防卫力量EDF 另一股是反抗独裁统治的抵抗组织红色派系 主角的兄弟便是红色派系的一员 结果没多久就惨死在EDF手中 主角为了报仇 踏上了一把大锤闹革命的道路 游戏最大的特色便是物理引擎下的万物皆可拆 只要是建造物 不管多大 无论是有军的还是敌人的 统统都可以破坏掉 同时拆迁也能被用在战斗过程中 比如敌人的狙击手藏在大楼里 那就直接抡起大锤将大楼给砸掉 有敌人重追不舍 那就用炸药过河拆桥 而重制版对画面的提升 也让玩家有了更好的毁灭火星的体验 总之一个字 砸就对了 第17款上古卷轴5天际 又称老滚5最初发售于2011年 夺得过TGA年度游戏在内的无数奖项 成为了开放世界和欧美RPG的旅程碑 在2017年登陆Switch平台 成为首批保驾护航的第三封游戏之一 老滚有着独特复杂的世界观和极高的自由度 玩家在续章结束后便可以自由探索 前往看到的每一个地方 探秘每一处角落 同时在天际的地图上还充满了各类支线和隐藏任务 各个组织势力相互交织 即便是散落在各处不起眼的书籍也会揭示不少秘密 甚至包括前作的故事剧情 而玩家将以容易的身份参与到各类事件中去 做出不同的抉择 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 虽然在NS上无法玩到各种MODE 但反过来说 没有了各种乱花剑狱迷人眼的MODE 玩家还能更好地投入到游戏本体中来 感受老鬼本身的魅力 不过游戏确实存在战斗手感拉垮等原因 玩过了各种最新的大作 再回头玩这款经典游戏或许需要适应一段时间 走法师或者浅功流 或许会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思路 第18款 巫师3 狂烈 可能不少人对巫师3的最初了解来源于各种打牌表情包 但巫师3的成功却远不止于昆头牌 巫师3是波兰蜡于2015年推出的ARPG游戏 玩家将扮演杰洛特在广袤的开放世界中寻找女儿的下落 在一改前做线性流程大大增加自由度的同时 巫师3讲故事的能力并没有下降 游戏中有着宏大的故事与世界观 同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支线任务 这些支线任务并不是可有可无 不仅对整个世界观有着举足轻重的补充作用 部分任务还会影响最终结局的走向 而每一个支线任务也都经过精心设计 不存在烂与充数 有着甚至比不少游戏的主线任务还要优秀 也正是这些庞大的任务与人物塑造 让整个世界更加真实 让人感受到有奇幻模仿神魔鬼怪的同时 也有着政治斗争宗教信仰和人心欲望 Switch版的巫师3保持了稳定流畅的游玩体验 后续的更新也加强了画面表现力 让玩家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体验到完整的猎魔人故事 第19款异度神剑系列 异度神剑系列是任天堂少数的第一方日式RPG游戏 在高桥哲栽构建的这个奇幻世界中 玩家不仅可以充分享受到传统JRPG的魅力 还可以感受到制作人独特的哲学思想 异度神剑系列目前在Switch上可以玩到三部作品 异度神剑终极版 异度神剑2和异度神剑3 也就是说除了3DS上偏外传性质的异度神剑X外 你可以完整的在Switch上体验到异度神剑系列了 在同一个世界观和背景设定下 三部作品讲述了三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作为传统JRPG精髓的剧情 每部作品的故事都精彩之极 充满了悬念转正 比起老式的JRPG 异度神剑系列在战斗时可以操纵角色自由的移动和攻击 但可不要因此误以为这是一款动作游戏 异度神剑系列战斗系统的核心仍然是策略 有着一套极高深度的复杂机制 新玩家上手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但在熟练掌握后便能充分享受到这种战斗机制的快感 再配合上优秀的人物塑造和诸多音乐大师的配乐 在风格多变 逐具美感的开放世界中 自由探索 养成角色 也是一大乐趣 若是不想花时间探索养成 也可以游玩休闲模式 在基本熟练战斗系统后直奔主线 当成一款可互动的看方模拟性也不错 要说Switch上必玩的一款游戏 那一定是旷野之息 作为任天堂的招牌IP 塞尔达传说系列每一代都有着极高的评价 更有实际的这种对3D游戏具有深远意义的画时代作品 而提到旷野之息 我们说它是目前开放世界游戏的顶点也不过分 在广袤的海拉鲁大陆上 失忆的主角林克于成眠中苏醒 开始探索这个世界 而作为玩家的我们对这片大陆也是完全陌生 我们有的也只是生活常识 而正是这些生活常识 构筑了游戏内容的基础 比如木制装备容易被点燃 铁制装备容易倒电 而雷雨天还可以被雷劈 在雪山时温度很低 需要穿厚厚的衣服 北部地区晚上有可能会出现极光 即使是天上的鸟群 也会按着阶梯排列 而在常识之上 旷野之星又增添了许多神奇的道具 除了滑翔伞 还有西卡之时的各种奇妙能力 再加上独特的物理和化学隐形 玩家的各种奇思妙想 基本都能在游戏中实现 旷野之星没有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 也没有各种教玩家玩游戏的教程 游戏也不会指引或者要求你去做什么 玩家要做的只是遵循自己的好奇心 在这片大路上自由的探索 而在如此大的地图上 可探索的内容不仅既常丰富 而且都还做到了有趣不重复 说了这么多 但语言依旧很难表达出旷野之星的好玩 只有自己实际上手了才能感受到它的魅力 体会到游戏最纯粹的乐趣 以上就是本期盘点的开放世界游戏 受限于Switch的机能 大型开放世界游戏的表现肯定不如其他平台 但Switch在便携的前提下 尽可能的让这些游戏流畅稳定的运行起来 随时随地都可以开玩 还要啥自行车呢 本期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游戏资讯评测体验 就请关注我们吧 我们下期再见